洪海辽董 郭台铭又上了媒体的头条 除了什么证所税 富人税 他对油店双涨也很有意见 他说中油在宣布调账油价之前 应该对自己本身的效率 自己应该怎么样节省钱呢 也应该有些的规划也要检讨 比如说中油大楼的这个总部 就在这个台北市的信义区 他说你这个信义区是地下有油还是怎么样 一定要在这么贵的地段吗 他说如果你放掉了这个地段 你愿意出租这栋办公大楼的话 光是收租 每一年至少就可以收9亿了 位在台北市搜人路旁的中油总部外观 宏伟华丽 旁边还有大面积的绿美化造景 在寸土寸金的信义计划区内设总部 难怪被郭台铭痛批 根本就是浪费钱 为什么中油的大楼要在这里 是不是它底下有油管 我不晓得 台积电张东摩都可以新竹上班 我都可以在土城上班 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一坪这么贵的地方上班 古董那么生气不是没有道理 中油在民国83年 购得这块总面积约4670一坪的土地 在民国90年完成地上23寸 地下5层的建筑 光是土地以现有市值来算 就价值了246亿元 在同一条松仁路上 除了贵府百货 还有五星级饭店 往松手路走就可以看到影城 另外一边的松永路上 银行办公大楼林立 中油总部就是设立在这样的休闲商业精华地段 再仔细看看中油总部的周边 设置了这个名为站在圆球和爪子上的野兔装置艺术 说是符合中油展现大地力量的精神 但却花费了1350万元 像这个这么大的土地的建筑的投资的话 应该可以稍微减少一些 但是如果说以现在这个区块来说 它必须要做一个资产活化的话 最快的方式应该还是采取所谓办公室出租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说出估整个新计划区 它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租金行情 大概一坪差不多是2500块钱左右 如果将这块土地直接出租办公大楼一年租金上看9亿元 面对外界的批评中油公司表示会在资产活化会议当中检讨 也感谢郭董赐教 这里是文 陈琳 胡佳珍 台北条报道